我是朱宁 你正在收看财新时间 现任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的朱宁 从事金融领域 就工作已经有20多年时间了 被称为是行为经济学的中国传统者 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国际金融系 之后就赴美留学 先后取得了康内尔大学管理学硕士 以及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博士学位 他曾经在美联储理事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机构作访的学者 那么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 曾经担任上海交通大学高级金融学院的副院长 现在的朱宁身兼数值 包括清华大学武道口金融学院 泛海金融学奖系教授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副院长 全球并购重组研究中心的主任分论 在不久前刚刚举行的第八届财新峰会上 朱宁以发言嘉宾的身份 出席了新金融价值重塑的分论坛 探讨目前金融科技 如何冲击传统的金融业态 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 在金融行业的应用前景 以及这个金融监管如何调整 以适应新金融的环境 论坛结束之后呢 祝您接受了财新时间的专访 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 这个大数据金融科技是一个风口吧 然后呢 这个 你像麦肯西有一个报告 叫做全球银行业报告2017 它里面就说呢 这个全球银行业面临着数字化的威胁 如果再不做努力的话 2025年的时候 可能这个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 就会下降到5.2%左右 对这个问题您是有什么样的看法 对 我觉得好像这可能是银行业的第二次危机 就是自从技术革命以来 第一次可能是比尔盖茨大在8384年的时候 他说这个银行都是这个计算机时代的恐龙 他们很快就会灭绝了 他们发现好像30年之后 银行好像活得还挺好的 所以从这上来讲呢 我就看两个方面 技术进步一定肯定是会对银行业的 无论是它的盈利能力的商业模式 它对于这个整个 给这个客户提供服务的这种方式 都会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这是毋庸置疑的 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可能从大数据和云居赞的角度来讲 大家都认为说 一个很大的飞跃是在于 对原来传统的银行这种受信业务 它可以通过自己的数据分析 能达到既高效 同时可能预测准确度 又进一步提升这种 可以得到这种 就是说一石二鸟的这种作用 所以我就从这一上来讲 毫无疑问 这个技术会对于整个银行业的 深度的这种转型和升级 会有非常大的冲击 但是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忘记两个方面 我觉得这其实是 因为我的主要的研究领域是行为金融 所以我觉得我会对人 对消费者和投资者关注更多一点 我们看到现在可能在整个 技术进步的过程中 一个很大的瓶颈 并不是计算能力 也并不是整个这个风险识别的模型 而是消费者或者人对于机器的信任 那么我们看到是很多金融服务 为什么我们尤其是越往高端 这种私人银行财富管理业务 它越难被机器所取代 其实你说建议真的很对吗 我们根据大数据分析来讲 很多的基金经理 很多的财务顾问 他们提供的建议 其实未必那么准确 但是人还是主观的 希望能够有一个对等的一个人 在另外一方面来跟他交流 所以这是一个整个 从一个消费的方式 从一个整个人的这种认知和心理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慢慢的 要克服和改变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点可能比大家想象的 要时间可能更长 第二点我觉得还是回到就是说 我们在技术进步推动的前提下 就是我们一天会发现 这个商业模式会改变 那我们在人在做很多事的时候 其实今年的这个诺奖得主 塞勒教授 他就做了很多说 人并不是完全自私的 人很多时候其实是会立他 人会考虑对方的这种感受 但机器可能不会 算法可能不会 所以他可能会做出一个 商业上面最优秀的一个选择 但这种做法可能第一 和监管的这个底线靠得非常近 甚至是快乐这个监管的底线 另外一方面 他可能会违背我们一些 最基本的这种伦理和道德 那么这点我觉得其实不是我们任何一个技术 可以来解决 可能更多从我们以后今后 这个人机共存 这个大数据 包括人这个真正这个底线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今后二三十年 更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整个社会会不断在讨论那个话题 您刚刚讲到就是这个机器在某种程度上 还是不能够代替人与人之间的这个交流 尽管他的人给说的这个建议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没有那么的正确或者精确 如果我们我们现在讲到的这个金融业 我们讲的是金融科技里面 如果是加入了未来有人工智能的这个成分加入 您刚刚所讲的这种差异 会不会无限的靠近或者是消除 因为技术进步 实在在过去这个五到十年里面 真是日新月业异 我觉得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这个下棋 我就觉得这个没有想到这么快 这个阿尔法狗就完全颠覆了人们 对于围棋的了解 不止说我们这种业余技术 就专业其实都觉得说 好像自己的修行这一辈子就 就马上这个化为乌有似的 我觉得会的 我觉得这里面因为 我觉得人工智能最强有力的 或者最打动我的地方 是它的学习能力 我们觉得这个学习 它只要是一个相对高频发生的一个情况 它只要它学习的次数足够多 我觉得它虽然可能最开始 不能够获得人类的信任 它很可爱 它可以学会通过不同的语言 通过不同的表情 通过不同的这种沟通的方式 它可以逐渐逐渐增进 人对它的这种信任 但这里面还有一个挑战 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这个学习是在一种 什么样的频次上发生 就如果说你是一个 比较高频发生的一个活动 比如说我每天给你推荐股票 然后我会知道你的风险变好 我会知道你喜欢哪种风格的股票 我会知道你的风险承受能力 这是相对比较容易的 但如果那些金融服务 是相对发生频次比较低的 比如说我要做一个房屋贷款 我要做一个购房贷款 我可能每五年 甚至一辈子 我只会发生一次的 在这里面 我觉得你只有的这个学习能力 是在一个横金面的数据上 我看到这个人 看到那个人 但我不可能看到你同一个人 重复你这个行为 所以这些方面 可能仍然是存在一些 不得不由 这个可能人的一些主观判断 或者说不得不采取一个 更加模糊的一个识别方式 才能够克服的一个领域 所以我觉得 我们会无限趋劲 但我觉得可能 你的准确度是在提升 但是我觉得 回到这个我们最核心的 一个金融的价值分析 就是说 究竟风险是什么 怎么来识别它 怎么来管控它 这可能每个人 都有自己不同的一种看法 那么这种主观的差异 最后怎么能够由计算机 一个统一的算法来实现 我觉得这是我很好奇 我也非常期待的一个发展 那未来 我们刚刚讲到说 这个传统的银行 和这种数字化的 电子化的银行 它可能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那么传统银行 它可能会走一条 什么样的路 来稳固自己的地位也好 或者说来跟这种 数字化的银行 能够更好地融合 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大的方面 我觉得第一点就是说 我并不觉得是整个 现有的互联网银行企业 会完全颠覆 传统金融行业 我们必须要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 在传统银行业里面 其实也发生了很多 比如像美国的 Wells Fargo 它已经开始采取 一个比较大数据的 这种分析 或者受信这种模型 我们发现 已经有大量的银行 或者投资银行 他们已经开始 这个裁卷大量的人力 已经开始采用很多 计算机支持的一种 决策模型 或者交易模式 所以这是一个 双方互动的一个模式 一方面 我觉得这是一个 同时发生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说我们 必须要讲到 这个相互的差异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 我觉得这种 基于大数据的 这种商业模式 一定会是更加 我们传统一商 所谓的这种 红海的商业模式 我们看到就说 为什么现在小贷业务 或者说这种微金融 是特别容易得益于 这个技术的创新 一方面有这个相对 它的这个监管上 比较的放松 但一方面也反映出 技术的这种 大数据的分析 对于 它需要一个概率 需要一个大数定律 所以它需要大量的人群 来作为它整个的样本 所以这个 可能是相对比较 中低端的 数额比较大 但是可能业务来讲 可能只真正 只贡献20%的这个业务 它虽然占据了 80%这种客户量 所以这是一个区分 而传统的业务 我们可以想象就是 为什么现在可能有一些 和大企业 大客户 还能保留这种 传统的商业银行的业务 其实还是基于 它有一些 不只是财务数据 不只是大数据 还有可能一些 个人人际之间的这种信任 或者更深层的了解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还是我回到这种 可能真正和服务相关的 比如说我们的 比较高端的私人银行业务 不只是你给我 推荐一个产品 你还帮助我 进行一个加速规划 你可能帮助我 安排整个旅行 包括我的就区 就医和求学 这种服务 我觉得归根到底 银行业还是一个服务业 只是这种服务的 整个包含的维度不同 我觉得可能会出现 这个互联网的技术 可以涵盖80%的客户 但是它可能在短期 只能涵盖 比较小的一部分的 业务的量 当前 消费金融在中国 以20%以上的年增速爆发 而以线上快速发放 超短期 无抵押的现金贷业务 在近一两年迅速的火爆 成为了暴力行业 吸引了大量资本的进入 市场规模一度达到万亿元 然而在另一方面 过度借贷 重复受信 不当催收 提高利率 侵犯个人隐私等突出的问题 也给社会和金融稳定 满下入隐患 就在12月1号 央行与民间会联合下发了 关于规范整顿 现金贷业务的通知 部署开展对于 网络小额贷款 经理整定的工作 明确指出 暂停发放 无特定场景依托 无指定用途的 网络小额贷款 逐步压缩存量业务 限期完成整盖 监管缺子落地 将如何整治 规范现金贷的种种乱象 对此 朱宁也给出了自己的解决 华先生跟您聊一聊 关于现金贷 或者这样的公司 在海外上市的问题 您对这个趋势 有什么样的预判 这是一个 其实在全球 都是一个广泛 受到金融监管 主要关注的一个领域 现在相对于成熟市场来的 有一个比较标准的 一个监管的体系 在国内 我觉得为什么 成长这么快呢 我觉得第一是说 国内我们现在实行的 叫做主体监管 就你不是银行 那银监会就不管你 你不是公司 这个证监会也不管你 所以突然发现 有这么一个 高速生长的 这么一个领域 没有一个监管的婆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监管缺失的 一个存在的一个现实 那么第二点就是 我们对于整个国内 包括小贷领域 也是美国叫做 这个集日贷 或者现金贷 这个额度究竟 区分在什么地方 那其实在我们国内 这个监管领域 也是比较灰色的 我们可以从 可能100块钱 上至200万 那200万对于一个 大型的商业银行来讲 确实是非常非常小的 微金融 但是200万 对于一个居民家上来讲 这是非常高的一个 这个其实它可能 引发的风险 或者对于整个社会 生活的这种冲击 可能会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点我觉得 过去一段时间 对于整个这个 普惠金融 对于我们有些 金融科技这种 业务这种监管的 标准化和信息 披露的这种 这个要求的增加 我觉得可能 这个大的趋势 是不会改变 因为不要忘记 就在前面不久 这个小专行长 在这个十九大 这个解读报告里面 曾经其实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现在很多的业务 是以普惠金融为名 它使得是庞氏片鞠为石 这点我觉得 其实小专行长 平时是一个 非常温温而压的人 我觉得讲出 这么严厉的语言 其实背后 一定是有一定的思考的 您之前也曾经说过 这个金融监管 应该是监管业务 不是监管主体 所以才会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灰色地带 但是您也说过 这个金融监管 应该有时俱进 那么接下来您觉得 在监管业务和监管主体上 金融的监管部门 会有什么样的 与时俱进的动作 我觉得可能 有三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谈 希望用这个功能监管 来替代原来的主体监管 其实我觉得现在 这个讨论和呼声 一直也很多 所以我相信一定 我们因为在学大里面 也提到这个 要这个建设 这个现代的金融监管体系 所以我觉得这个 整个大家的这个思路 我觉得大家是 逐渐逐渐在转变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确实有一些 具体操作上 或者整个 这个机构架构上的 一些问题 所以这里面可能 时间可能很难 给一个时间秒 但我觉得大的方向 确实在往那个方向 在进步 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喜人的一个现象 第二点呢 我觉得可能 就既然我们提到 这个金融监管体系 要发生改变 无论是我们采取 双风的方式 我们采取这个 大自观的方式 我们采取这个 宏观审慎监管 和货币政策 相对分开这种方式 无论哪种方式 我觉得就是说 一旦我们有一个 更大的这种 可能超级监管的主体的话 它可能会有更多的资源 也有更多的信息 能够把各个方面的 同一个性质的 这种功能 可以监管起来 我觉得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我觉得其实 我们现在看见 比较多的是 技术对于金融服务的推动 我们所说的金融科技 大家讲的说 有什么新的金融服务 推出来了 但其实我们又看到 这个技术 也可以对我们的监管层 提出很大的帮助 一方面既然有挑战 因为有新事物出来了 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监管层 也可以利用技术的进步 可以采取更加进一步的 对于市场的监管 对于服务的监管 无论是征信体系 无论是整个这种 借贷的这种 这个收支的平衡 无论在二级市场里面 交易的这种额度 和相对的这种 股价操纵的可能 那种嫌疑的活动 我觉得都可以通过 大数据有一个 更强的这种甄别的方式 所以这其实也是 从技术层面 我们可以得益于 整个技术进步 在整个金融监管方面 也可以获得很大的一个进步 刚刚讲了 这个现金贷和消费金融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面对着这种 快速的发展 我们其实越来越感受到 像在美国 你有一个 这个social security number 你就有了所有的 你的信用记录 在中国呢 大家越来越有这个意识 但是现在我们 就是数据比较分散 就是每一家 都有一个自己的体系 也没有办法去统一 这个问题在接下来 你觉得会怎么样发展 比如说这个信联的成立 它有可能会缓解 这个个人征信的这个难题 对 我觉得其实 我在很早的时候 就一直在呼吁 我觉得其实这个 个人的征信系统 有两个特别的地方 第一就是它是一个 个人的隐私 所以它对整个数据的 保存和使用 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平衡 第二点呢 我们必须要看到 就是说 因为它这个信息 是比较个人的话 那么其实就是 所有的这种信息提供方 它可能会有一种 不完全独立的 这种这个信息的提供 所以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产生 一定的道德风险 或者逆向选择 所以我在这个 过去一直在呼吁 我觉得从征信体系来讲 我们最好是能够有 国家前头 能够有一个统一的平台 所以我觉得 这个信念的推出 我个人觉得 还是挺好的一个发展 但这里面可能要关注 两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就是说 既然它变成了一个 公共品 或者半公共品 公共品往往会面临 一个挑战 就是公共品 因为它没有 直接的商业的利益 所以它整个提供 往往会处在一种 供给不足的 这么一个现象 就这种国家队的介入 会不会影响 现有的一些商业机构 他们提供这种服务的 积极性 我觉得可能还是 通过这个信联的 这种股权的安排 或者是整个激烈的方式 我觉得我们在 能够利用大家的数据 和平台的前提下 我们还可以尽可能的 提供足够的激烈 我觉得这点非常重要 第二点 我觉得其实是 从这个海外的 很多的这种教训来看 就是说 有了数据是一方面 如何来解读和使用数据 其实可能比这个数据 我觉得第一是必要条件 但是怎么能够用好 这个数据 其实比真正有数据 本身还是要重要很多 我们还记得在 全球金融危机的时候 虽然美国每个人 都有社会保险号码 虽然每个人 都有自己的信用评级 基本上 但还会出现 有这种三无人群 无工作 无收入 无资产人 能够轻而易举 拿到房屋贷款 对吧 这其实是监管 最后的收口 不是在技术上 最后还是在人 和我们整个的 宏观政策制定者心中 这点我觉得还是说 即使再有 怎么技术发展 我觉得所有最终的决定 还是人来做出 所以这点我觉得 我们第一 不要高估技术进步的贡献 第二 不要低估人类 自己行为偏差的 这种问题和挑战 刚刚你正好讲到 金融危机的这个事情 我们就顺着这个聊下去 就是今年有两个数据 一个是次贷危机 十周年 还有亚洲金融危机 二十周年 大家看到全球的一个 金融的这个波动性 跟风险的加剧 所以很多人都担心 我们会不会重蹈覆辙 金融危机 到底离我们有多远 那您的观察是什么 我对于上一次 金融危机 有一个非常 第一手的观察 当时我正好从这个 加州大学 中生教授之后 获得学术休假 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前 三个月 加入了雷曼兄弟 所以在当时 我觉得其实 对我的触动是很大的 我觉得两个方面 第一就是说 这么一个 在美国排名 第三第四的金融机构 可以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这是一个其实在我们 在至少过去三四十年 中国经济金融 腾飞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都没有经历的 一个现象 第二点 我们也看到了 就是说 整个金融体系 全球金融体系的 这种脆弱性 哥伦比亚大学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银行的教授 写了一本书叫做 生而脆弱 他讲整个 全球金融体系 按照它这种 大而不倒的这种本质 它是一定会在某个时点 发生一个金融危机的 所以从这上来讲 我觉得其实金融危机 不是会不会发生 而是什么时候 以什么样的方式 还有我们是不是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所以这点我觉得 做金融的 我们最了解的就是风险 而在风险里面 我觉得我们最害怕的 不是风险本事 而是我们害怕不确定性 所以不确定性是 我们都不知道 它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而这恰恰是 我觉得对人类 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席勒教授 13年的诺奖多主 我当年在耶鲁 这个导师和合作者 他在给我这个 投资者评言里面 写的序言里面 写的一句非常好的话 叫做投资是一项 反人性的活动 我其实一定程度上 金融活动的很多的 具体的现象 也都是反人性的 所以我们就必须在 自己克服自己人性 弱点的过程中 来和金融危机 来做斗争 那这里面可能有两个 最具体的 我觉得我比较担心的 第一就是 人性的过度自信 我们在金融事项里面 做了大量的研究 发现这个无论是 这个零售投资者 公募基金经理 私募基金经理 乃至于上市公司的CEO 都有非常强的过度自信 就相信我们的能力 超过我们真实能力 就会导致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就是 人对于自己的风险 承受的能力 和自己管控风险能力 会高估 以至于导致他们承担 自己过多的风险 自己不能够处理 大家对于自己 能够管理危机的能力 也会有高估 觉得我对于危机的到来 可能已经做好准备了 其实最后没有准备好 我们可以看到 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 美联储 美国证监会 美国的纽约股票交易所 其实都做过 不同的压力测试 他们都认为说 没有问题 放松对于卖空的一些监管 放松对于整个 有度资产交易的一些监管 都不会形成影响 但其实结果是 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所以我个人觉得 其实金融危机 还是非常非常像 我们最近经常用的一个 大家通俗一种说法 叫做灰犀牛 我觉得真的是 很形象的一个描述 就是它一直都在那 但我们总觉得 它不会到来 或者我们总觉得 它到来的时候 我已经可以闪生 对 但是我们看到 就是说 如果金融危机 或者我们讲泡沫的话 有任何我们觉得 从现在历史来看 更规律性的一个现象的话 就是我们每一次 都觉得这一次不一样了 但是每一次之后 我们都认为 好像没有太大不同 或者再借用巴菲特 在金融危机 说的一句话叫做 这个只有在潮水 退去之后 我们才知道 谁在裸泳 我们现在只不过 现在还没有 美联储是 它加了两次息 对不对 它加了四次息之后 我们才能看到 真正谁在裸泳 近年来 中国政府已推广 租赁房作为房地产 长效效控的政策之一 要建立租受并举的 住房制度 鼓励租赁消费 稳定租赁关系 赋予租房者更多的权利 在近一年的时间里 就有超过12个省份 超过50个城市 出台了有关 租赁房的政策内容 各地企业乃至金融机构 也争嫌恐后地 进入了住房租赁的市场 此前建行深圳分行 就发布了个人住房租赁贷款 对于符合条件 有长租需求的个人发放 利率甚至是要低于房贷的 对于针对租赁房市场 推出的相关金融服务 租赁又会有怎样的评价呢 因为我们上次专门聊过了 这个租售并举的事情 后来这个建行的深圳分行 它发布了一个 个人住房的租赁贷款 然后这个利率是 比房贷还要低的 陆续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的金融机构 也会推出类似的服务 这个究竟对我们现在 这个租赁的住房 实际上有多大的刺激作用 我觉得肯定是一个 好的正面的推动 现在大家可能有清晰的 一个认识 认识到这个住房的 这个拥有权和住房的使用 其实这两者是可以分开的 同时可能我们通过一个 公租房的方式 把这种租赁的消费方式 用一种制度的方式 把它保护下来 那保护下来下一阶段 就是说 那么从制度上现在可行了 从经济上或者财务上 是不是可行 我就提出了这种 租赁的这种金融服务 或者贷款 我觉得其实要从金融方面 能够更好的服务于 实际经济能够帮助 咱们整个达到 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么一个目的 我觉得短期 我们可以看到 业务在发展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可能要有两个方面 值得大家关注 第一就是说 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无论是从普惠金融 还是从小微金融 还是从绿色金融 我们看到很多银行 在这个响应政策 号召的这方面 做了很多的工作 但是如果你真看 它整个的业务的体量 其实和传统金融体量 相比还是非常微不足道 这里面有一个很核心的原因 就是银行面临 它自己固有的监管的 这种框架 也面临它现在固有的 一种考评的体系 所以它在现在 传统的框架里面 去提供一个 完全是针对于 这种住房租赁这种业务 我觉得其实对它来说 有点点像叫做 带着镣铐在起舞 所以这点我个人觉得说 它会发展 我觉得它发展的步伐 我个人觉得 从现有这种监管体系来讲 可能会不会特别的迅速 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觉得我有点担心 就是说 一旦我们把这种房屋的 这种租赁使用 当做一种权利把它固定下来 我个人在想 更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对于整个社会的 财富的分配 和整个社会的这种 阶层的流动 会不会形成一种 这个负面的影响 就原来大家还希望 努努力三代人 两代人或者三代人 一起 这个三代人之财富 买一套房 现在第一 大家已经买不起了 第二发现 房门也还有一个 租赁这个方式 但我觉得这种 一个直接结果 就是第一 他们的公共设施的 这种需求 或者基本的 作为一个公民的这种 服务能不能得到满足 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租售同权 你租房子的人 是不是跟你买房子的人 一起可以同在 一个学区去上学 我觉得这其实 大家非常关心的 一个问题 那么第二问题 就是说 如果这个问题 逐渐固化下来 如果我们的房地产价格 仍然是继续 是一个稳定上升的 一个趋势的话 那么可以想象 就是可能这种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可能会进一步的加大 而不是缩小 那么这里 其实跟我们改变 目前经济发展 这个目标 这个初心 可能是并不太一致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大的方向是好 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 在多大的贩盘里面 来推出 我这点其实觉得 可能还是有值 我觉得可能这点 还是值得商榷的 您觉得 一二线城市的房间 跟三四线城市的房间 这个差距 未来会进入多大 我个人觉得 很可能会是的 如果我们看一下 全球的规律的话 一般在房地产市场的 上涨周期 往往是比较边远地区的 这个房价上涨的幅度 比较大 而往往在这个市场 出现调整的时候 往往是一二线的城市 相对下跌的幅度 会比较小 这第一有它的稀缺性 第二有它的便利性 所以从这项来讲 我觉得一旦出现 这个市场的分化的话 我觉得 尤其在调整期间 我觉得它这种 这个差价往往是会扩大 而不是缩小 但这没有两个问题 我就值大家关注 第一个问题 就是有价无市 这么一个现象 现在其实我们看到 我们很多人都说 如果今天拿开这个限购的话 北京的房价可能一夜之间 还能再涨个百分之二三十 我其实前程是 接受这个彭博秀的采访 我也有个类似的这种看法 我们现在的这种做法 没有从根本上扭转 整个一二线城市的 供需不平衡的这种趋势 这种供需是两个层次的供需 从刚需的角来讲 供需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 从投机的角度 供需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调和 所有人都意识到 一二线的房价 可能会涨得更多 所以对他来说 只要能够买 只要他能够买 也买得起一二线 永远是大家认为的 既优股蓝车股 是执掌不跌的股票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非常担心的一个 整个国内 进一步分化之后 我觉得并没有缓解 或者降低咱们整个 房地产行业 这种系统性的风险 这是我担心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担心 因为我去年这本书 《刚性泡沫》那边 特别提到 就是由于一线城市的 执掌不跌 会在大家心目中认为 执掌不跌 会导致在这些领域里面的 房价的投机性的色彩 会甚至超过三四线的城市 那么这点会导致 它在上涨的时候 上涨的幅度会特别大 如果我们看一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之前的美国的硅谷的房价 和美国纽约市的房价 如果我们再看一下 在这个80年代末期 日本的这个 东京 明古屋 大阪 这四个核心城市的房价 它们上涨的幅度 都是远远的大于 这个其他的城市 但是在整个这个 完全的这个资产泡沫过去之后 在今后的五年 今后的十年 这些城市 它们的房价的下跌的幅度 其实也是远远的大于 所以短期我认为 这个差价还会分化 一线城市还会涨得更多 但从中长期来讲 因为它涨的幅度 是如此之大 可能它在更长期 我们把整个这个 时间的这个节点拉长的话 可能它在更长期 它可能面临的 这个下调的这个空间 有可能是最大的 这些东西 中文字幕——YK